淮海战役徐邦会战双方指挥分析 1.关于共军的指挥 第一个我们谈毛的指挥 不得不承认 即使是反对毛的人也承认毛是军事上一个怪才 毛没有受过正规军事院校学习 红军时期党内有人居然指责他靠独三国演义 孙子兵法来打仗 其实毛承认当时孙子兵法还没有看过 淮海战役开始前 毛高瞻远瞩 果断决策 当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 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 毛在西百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9月会议上 明确提出解放战争五年胜利的任务 确定全国的作战重心在中原 并强调要打若干次贷决定性的大会战 歼灭更多国民党军队 这位淮海战役的战略布局奠定了基础 淮海战役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战略决战 涉及多个野战军和广大地区 毛从全局出发 统筹协调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的行动 使两大野战军能够密切配合 协同作战 针对国军的部署 确定了先歼灭黄百滔第七兵团 再维歼黄为第十二兵团 最后歼灭杜玉明集团的战略步骤 使共军在战役中始终掌握主动 例如攻打速线 可以看出毛队全局还是有很强的判断能力 在徐邦战场意识到速线的重要性 速线是一座古城 是金浦路徐州泵部之间的一个要点 位处徐邦战场的枢纽地带 而南北交通要冲 国军徐州重兵集团在这里存有大量武器 弹药、备服、装具等军需物资 是他们极为重要的后方补给基地 因此 他的战略地位显得十分突出 共军中央军委于11月9日至11日 连电中野 要他们采取切实措施攻占速限 切断徐邦路 刘伯承10日同陈毅、邓小平研究 从速攻取速线 截断徐邦间敌人联系的问题 并于11日下达了命令 以第三纵队和第九纵队一步攻打速线 14日至16日 扶晓全间守军攻占了速线 攻克速线打到了国军的致命之处 造成了对徐州国军的战略包围 截断了他们难撤的退路 11月22日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结束 23日 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 在战役发起前 我们已经估计到第一阶段可能消灭敌人18个师 但对隔断徐、棒 使徐敌完全孤立这一点 那时尚不敢做这种估计 这种形式的造成 主观上是因为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会合并攻占速线 客观上是敌人只有某种程度的防御能力 很少有攻击能力 这里对攻取速线的战略作用做出了恰当的评价 事后 国民党报纸评论说 共军这个动作 一是截断徐州向南唯一而重要的补给线 二则为牵制徐州方面的孙元良、邱清泉两兵团 使国军不能用尽所有的力量去解决东义共军 此外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动机 就是阻止皇帝兵团的北进 然而 这种认识对于国军来说未免太迟了 因此攻占速线可以看作毛在淮海战役里非常成功的一次的指挥 第二个我们谈素玉的指挥 素玉在淮海战役中发挥了卓越的指挥才能 出色的方面如下 一、战略谋划 他最早提出进行淮海战役的构想 并不断完善战役方案 积极向中央建言献策 准确判断国民党军的部署和动向 参考了有共谍提供的情报 例如 敏锐地捕捉到黄百涛兵团的孤立态势 果断指挥华野主力迅速出击将其包围 二、指挥作战临机决断 在战役过程中 面对复杂多变的战场形势 素玉能够快速反应 如在围艰黄百涛兵团时 坚决阻击了国军的多次救援行动 确保了战斗的顺利进行 他善于集中优势兵力 各个击破敌人 在整个淮海战役中 华野部队在素玉的指挥下 作战勇猛 战术灵活 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 为战役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素玉的指挥问题 一、之前碾庄战役分析过 这个首先是不顾疲惫贸然进攻 从碾庄歼灭战的演变态势上讲 最初黄百涛第七兵团处于撤退之势 华东野战军处于追击之势 在华东野战军初步包围黄百涛第七兵团之后 战场态势就发生了变化 黄百涛第七兵团由撤退变为了死守代员 华东野战军从追击状态变成攻坚状态 当时华东野战军大部分部队都是一路急行军靠着两条腿 对黄百涛第七兵团进行追击 先投部队11月11日到达后又立刻转为攻坚战之后 体力消耗大 部队疲惫不堪 战斗力发挥受限 这从碾庄歼灭战前几天的战事中就可以看出来 负责攻坚的华东野战军各个纵队损失较大 对黄百涛第七兵团的打击并不是很大 直到1948年11月14日晚 华东野战军才调整完部署 才正是在准备充分的情况下 对黄百涛第七兵团发起歼灭战 此外 华东野战军此前围包围黄百涛第七兵团一路急行军 也带来了另外一个影响 我们知道在战场之上急行军 那就是轻装上阵追求的是进军速度 争取的是战场时间 因此 很多重型武器和后勤攻击装备往往会拖在后面 不可能跟上追击部队的行军速度 从这一点来说 华东野战军从追击状态变为攻坚状态 最初是没有重型武器和后勤补给的 战斗力相当于打了折扣 各纵队司令员在素玉的催促下贸然进攻 损失极大 直到几天之后 素玉被迫改变战术 采取破禁作业减少了伤亡 同时 华东野战军的重型武器 特别是用于攻坚的大口径火炮 以及后勤物资才赶到战场 投入到了作战之中 才逐步改变了战场形势 二 素玉这种拒绝伤亡上报的做法 加重了前线的伤亡 华野进攻进展受挫 战损巨大 此时华野内部因部队伤亡过大 一些悲观的情绪开始冒头 为了制止这股情绪在部队中蔓延 素玉决定 在战争胜利之前 不再上报伤亡数字 开始时候纵队司令对伤亡数字隐瞒缩小 后来素玉知道后 索性就拒绝伤亡数字 为了最后那个胜利 普通一线士兵的伤亡就不再考虑了 这个毕竟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这个冷酷的决定 不利于高级指挥人员完全知道实际兵力受损情况 不需要知道 更是最好不要知道 继续一位满打猛攻 导致伤亡更大 第三个我们谈刘伯承的指挥 淮海战役中 刘伯承展现出了卓越的指挥才能 成功合围并歼灭了第十二兵团 然而 任何战役都难以做到完美无缺 但战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使得战役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刘伯承在指挥过程中 在某些关键时刻 可能需要更加果断和迅速地做出决策 以确保战役的全胜 此外 由于中野兵力 装备等方面的限制 刘伯承在战斗中 可能也面临了一定的挑战 需要更加注重战术运用 和资源调配 刘伯承指挥上的问题是 一 缺乏对自己直接手下将领的信任 刘伯承邓派陈庚去南平级 阻击前 刘伯承并没有向陈庚交底 陈庚在立了军令状 坚决顶住敌军才派往前线 这使得阻击战斗空前激烈 但是却假戏作足 南平级阻击战恰到好处 毛一开始是没有要维艰第十二兵团的 当国军第十八军第十军全力进攻 才令陈庚做出顶不住的样子而后撤 事实上也的确顶不住了 使得黄维误以为是自己突破了 共军中野阻击防线而不是陷阱 大胆渡过会合 重装备的第十二兵团像大象一样 相对于灵活的共军 不容易及时进退 二和素玉一样 为了地位难免要急功冒进 刘邓说围奸黄围的这次战役 是受狗拉硬使 是一场拼劳命的硬仗 为了与华野争抢功劳 难免贪功 操之过急 导致开始和当中阶段伤亡极大 刘邓在指挥上借鉴了 华野在攻打碾庄的经验教训 采取破禁作业 的确是防止了更多的伤亡 在进攻战术上是值得肯定的 但为了战功 尽快歼灭第十二兵团 最后几天各纵队还是在强攻 三、中业司令员刘伯成说是 吃一个、加一个、看一个 即是看住蹦步方向的李延年 刘汝明两个兵团 加一个徐州杜育明集团 一举吃掉双堆极黄围兵团 这个看法极大的降低了 华野战斗的重要性 引起了华野高层的不满 尽管没有公开表示 只有担任看一个的 磅西北祖籍战主将 华野六宗司令员 王碧成有不同看法 看是对那些一寸阵地一寸血 牺牲的英雄们的不公正评价 本来华野在南线祖籍的部队 兵力也在十万人以上 但为了加住杜育明 素玉抽掉了三个纵队北上 这样留在南面的部队 就很少了 王碧成指挥的祖元部队 除了自己的华野六宗外 还有中野二宗 只有一万一千余人 以及其他一些地方部队 兵力也就五点五万人左右 中野二宗和其他地方部队战斗力偏弱 其中华野三流部队 渤海纵队表现还可以 所以能够关键时刻用得上 还得看六宗 如果从客观公正的 第三方旁观者角度看 的确有些不公 也是对第六兵团 北上支援努力的不公 因为根本不是看 也不是家 而是实实在在阻击 其惨烈度 仅次于徐东战役 华野六宗付出极大代价 为中野主力和华野部分兵力 联合维艰皇帝兵团 提供了足够的时间保障 但是本人觉得刘伯承最大的优点 是会惭愧会内疚 会自我反省战争的意义 能够理解中国历史古话 一将功成万古哭的深刻含义 这是所有共军高级将领中 极其少有的 刘伯承晚年从不提淮海战役 也拒绝看一切战争题材的影片 绝不提自己的战功 刘伯承对自己子女说 那场战役结束后 我梦见千百万年轻寡妇找她要丈夫 无数白发老人找我要孩子 我心里不安 所以根本不愿去想 更不会去谈起那场战役了 仅仅从这点 就值得我们后人的尊重 另外 刘伯承顶着压力收留被俘的 第74军军长邱伟达 做南京军事学院任军事教员 避免了作为国军高级将领邱伟达的 牢狱之灾 同时五、六、七十年代后 没有参与迫害任何其他党内同志和国军将领 这些也是值得肯定的 二、关于国军的指挥 第一个我们谈蒋介石 蒋介石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人物 不仅仅是名义上统一了中国 领导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而且更是对中国抵御苏俄以及苏俄思想的入侵 有着极大的贡献 但是蒋介石属于传统的军人 过于死板暗部就班 军事指挥上不如毛的出其不意 蒋介石在淮海战役指挥中犯了诸多严重错误 因为缺乏情报 他盲目自信 低估共军实力 受到国防部里内鬼共谍有意误导 在战略布局上分散兵力 未能形成有效协同作战体系 蒋介石作为国家元首 中华民国的总统 不应该过于干涉一线战场上高级将领的指挥 平凡越级指挥 打乱前线将领的部署 导致军令混乱 黄维的第十二兵团赶往徐邦战场 理应接受徐州矫总副总司令杜玉明来统一指挥 才合适 但是黄维的第十二兵团只服从蒋介石的命令 黄维突围开始时候 杜玉明竟然并不知道 不能同时响应 杜玉明回忆中提到 16日 我仍在督促各兵团攻击之际 忽然接到刘志来电说 黄维兵团昨晚突围 李延年兵团撤回淮河南岸 贵部今后行动听委员长指示 我接到这个噩耗后 心中完全凉了 觉得蒋介石的指挥简直糟糕透了 为什么不令双方同时突围 那样还有一线生机 这时陈关庄以惜解放军甚少 而蒋只是顾小师大 只顾黄维不顾这两个兵团 现在黄维一突围 解放军全部加到这里 还有什么办法呢 此外 在徐州矫总20万大军和10万民众撤退过程中 且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 对杜育民集团的撤退计划反复变更 致使其陷入绝境被围艰 然而 蒋介石在一定程度上重视了后勤补给的调配 试图通过空运等方式为被围部队提供物资支持 但在解放军的全面封锁下成效甚微 总体而言 其错误指挥对国军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第二个我们谈刘志 刘志在淮海战役中担任徐州矫总总司令 负责指挥国军与解放军作战 关于他在淮海战役中的指挥 有人认为他指挥不力 导致国军在战役中失败 也有人认为他在战役中采取了一些正确的措施 为国军争取了一些机会 以下是对他在淮海战役中的指挥情况的一些分析 刘志对蒋介石非常忠诚 坚决执行蒋介石的命令 在淮海战役中 他按照蒋介石的指示 将国军集中在徐州附近 试图与共军进行决战 刘志在战役中试图协调各兵团之间的行动 确保他们能够相互配合 刘志错的方面 一 刘志在战役中的指挥不力 导致徐州缴总国军各兵团之间的配合出现问题 后期到了蹦步 索性甩手给杜玉明 刘志没有预料到 共军第一个主要目标是黄柏涛第七兵团 第三绥靖区贾王起义投共后 急于调回李弥第十三兵团 导致第七兵团被为失去侧翼掩护而陷入共军合围 之后也没有及时采取措施救援 二 忽视情报工作 国军在淮海战役中的情报工作非常糟糕 刘志对此负有一定的责任 他没有重视情报收集和分析 导致国军对共军的行动和部署缺乏了解 未能识破共军的战略意图 导致国军在战役中处于被动地位 总的来说 刘志在淮海战役中的指挥存在问题 他的优柔寡断 未能识破共军战略 指挥混乱和忽视情报工作等问题 都对国军的失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三个我们谈杜玉明 杜玉明在淮海战役中的表现 有其复杂的一面 他值得肯定的方面有 一、他具有一定的军事素养和指挥能力 在战役初期积极调整部署 试图挽救国军的不利局面 例如在解救黄百涛兵团的行动中 他全力组织邱青泉和李弥兵团东进 一度给华野的阻击部队造成了较大压力 给阻击的共军予以重创 尤其是攀堂战斗 二、对国军国防部内部共谍 有高度的警惕性 杜玉明认为 徐州的部队应该从西南方向撤退 但是杜玉明特地请求顾祝同 他的这个建议 绝不能拿出来在军事会议上讨论 否则就无法执行 顾祝同明白 杜玉明是担心军事会议上有鬼 于是在随后召开的军事会议上 国防部提出的正式方案是 徐州部队由东南方向撤退 与李延年部队会合 而杜玉明则在顾祝同的安排下 向蒋介石单独汇报了 向西南方向撤退的计划 杜玉明这次从徐州撤退 成功地骗过了国防部共谍郭小鬼 导致郭的假情报 使得卯野上当信以为真 也差点误导了肃郁 杜玉明错的方面 一 优柔寡断 然而他无法摆脱国军内部的派系斗争 和指挥混乱的大环境影响 他的一些决策受到蒋介石的过多干预 而难以完全自主实施 比如蒋介石多次不顾实际情况 强令他改变作战计划 杜玉明未能坚决抵制 导致部队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 在后期从徐州撤退途中 他本有机会率部成功突围 但犹豫不决 错失良机 最终被共军包围在陈关庄地区 直至全军覆没 二 受到老部下邱清泉的影响太大 杜玉明作为徐州脚总副总司令 前进指挥部主任 统辖三个兵团和脚总直属部队 竟然也听邱清泉临时变卦而改变突围计划 不能仅仅用优柔寡断来形容 而是过于倚重自己的老部下邱清泉一人 受他影响太大 邱清泉只是第二兵团司令官 不是脚总一级的指挥官 级别所限一般不能从更宏观层面来做出理智正确的判断 而杜玉明的级别是可以的 从杜玉明回忆文章可以明显感觉到 凡是邱清泉反对的 他都很难下命令 杜玉明不仅仅受到上级蒋介石的影响 也受到下级邱清泉的影响 唯独失去了自我判断 他的出尔反尔不仅对第十六兵团突围惨败 而且对徐州剿总国军最后全军覆没负有重大责任 可能这次杜玉明的身体状况不好 是暴病参战 连日的撤退行军身心疲惫 可能不得不更加依赖自己精力充沛的老部下邱清泉 三 国共双方指挥总体评价 淮海战役是解放军在兵力 装备都不占大的优势基本相等 共军兵力更多 重武器略差的情况下 同国军重兵集团展开的决定性的战略决战 最后以解放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49年1月20日 素玉在华野前委扩大会议上指出 淮海战役的胜利 由中央军委 毛主席 总前委的正确领导 后方党政军民的权力支援 各兵团 各兵种的协同作战 盗会各同志激动灵活的指挥 全体指战员不辞辛劳的英勇作战 共军宣称 解放军在战场情况复杂多变的条件下 能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 是中央军委 总前委的正确决策 华野 中野的密切配合 普通官兵的狂热作战 人民群众的权力支援的结果 也是中国近现代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国军失败的原因是 统帅部的决心一变再变 各兵团互不配合 最主要最关键的原因是 国民政府失去了人心 对于这一战役 作战双方对胜败的原因都进行过总结 国军方面 素欲如此评价国军的指挥 他说 敌人犯错误是淮海战役取得胜利的客观因素 战役开始前 敌人对我军的战略意图并无所知 对我军主力的攻击矛头指向何方 模糊一片 曾一度想撤离徐州 战役开始后 敌人没有估计到我们会同他们决战 仍然以旧眼光看我们 以为打一仗就会停一停 敌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同我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打算的 战役开始后 敌人拙着被动 部署错乱 终止完全失败 因此 陷入我们的包围也就成为定局 解放战争以来 敌人突围没有一次突好过 每次突围都是失败 一突 士气就突掉了 我们看碾庄战役 双堆积战役 陈关庄战役确实都是如此 试图突围的国军基本都彻底溃散 徐州角总司令刘志认为此次战役 战略之失败多于战术 战术之失败多于战斗 他总共列举了13条失误 主要有对进退大计 迟疑不决 结果临时应战 而不是有计划 有准备的会战 以致形成兵力 态势上的劣势 顾虑长江与淮河防务 结果处处顾虑 处处薄弱 以致分散了兵力 战区间协同不良 兵力转用欠灵活 尤其是黄维兵团未能及早东进参战 失去战机 杜玉明放弃徐州 本属冒险 却不能发挥勇敢果断精神 以迅速的行动击破解放军 以致献全军于危殆 各部队长各人之间 平时精神上有隔阂 战时不能有效协同 以致虽有大军 也难发挥最大合力 国军国防部战后检讨说 失败的主要原因乃为战略错误 其次为战术缺乏改进 难以支持战略 其他如持续战斗力之保持 战斗力统合发挥 及反情报等方面 均有重大措施 总之 淮海战役 徐邦会战 国军失败 尽管还有其他多个因素 共军动员能力 宣传瓦解能力 国军内部派系斗争 内鬼共谍 但是国军最高层指挥上的严重错误 是导致最后惨败的最关键性因素 都原来是血 Roberta 你和我们都骗想 проблема 下面 ett斗力 要到 dizer 3